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54 歲的藝人秦偉 一位性侵造型師 編劇等多名女子 遭重判八年有期徒刑 14 日一早 南投地檢署 執行大監 頭戴鴨舌帽 戴著口罩 遮蔽全臉 秦偉的頭低到不能再低 髮緊壓制下 快速跳上球車 真的好狼狽 事實上秦偉過去爭議多 多年前他號稱自己是白龍王的正式弟子 在購物台大肆販賣 美祖要價上萬元的白龍王開運商品 事後也遭到信徒否認有授權 認他為弟子的事情 竟沒有想到 秦偉也承認 就是為了賺錢 自身神明代言人的沈榮表示 白龍王在泰國 是華人尊敬的法師 雖然已經去世 但神事還儲存在 宇宙的訊息場中 沈榮功臨世事的白龍王 他表示自己多年來 勸人向善 非常生氣 秦偉借用這樣子的名聲 在外面行騙 好運是從心裡出發 要孝順父母 行為良善 沈榮更是炮轟 假借神明的名義 去過香爐 隨便販售法律的產品 就是詐欺 不但利用神明 還詐欺民眾 更是最佳一等 不但不會帶來好運 還會懲罰主事者 讓他傾家蕩產 名聲下滑 身敗名裂 秦偉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的現實報來了 忠實電子報 單獨一公啦 開放不倒 會不會後悔 什麼話想說嗎 如果你們要講一下 要不要說一下 五十四歲的藝人 秦偉因為連續犯下 多起的性侵案 三審定宴 八年有期徒刑 今天一早 南投地檢署 報到發肩 報到結束後 九位在鏡頭前面露面的秦偉 頭戴鴨舌帽 戴著口罩 綁著馬尾 快速跳上球車 什麼話想說嗎 你們要講一下 要不要說一下 會不會後悔 為了不讓上靠模樣曝光 還用外套特別遮起來 與他過去在節目上 意氣風發的模樣差很大 可說是相當的狼狽 忠實電子報 好啊 入肩服刑 蔡文報導 她怎麼承認她的錯就對了吧 這怎麼簡單辦不到嗎 真的就空 藝人情緯 2016年遭人爆料 欣欣多名女子 陸續有多名被害人出面指控 其中年紀最小的只有14歲 當時令各界相當震驚 九日判決出爐 八年定戀 欣慰苦茶痛過 牢獄之災 什麼叫做 六年以後再公布 然後叫做 現在要來要錢 我可以講我什麼都不要 他就承認她的錯就對了 就這麼簡單辦不到嗎 鏡頭前染一頭粉色短髮 他就是第一位受害造型師 開直播痛訴秦偉的 惡行惡狀 現年54歲的藝人秦偉 曾拿下多次金鐘獎 也曾錄製綜藝節目 嚴重燒傷 他過去爭議多 因為販賣白龍王的開運 玉璽、遭人踢爆 自暴視10億元的房產大亨 其實全都是假的 2016年更是遭到 造型師冰小布控訴性侵 事後也有女編劇、女粉絲 等多名女子陸續出面指控 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秦偉利用植物之辯 和藝人光環 當時他聲淚俱下 聲稱只是感情偏差 全盤否認性侵 最後還是遭到起訴 高月認為秦偉曾經遭火紋聲 多年來從事公益活動 社會上擁有正面積極形象 卻利用他的地位及身分 藉機犯下強制性交犯行 行為非常不可取 法院一審二審都認定他性侵 將他三罪判刑供八年 全案經上訴最高法院 其中三名女子 女造型師、女編劇和粉絲 兩個性侵罪 合併判刑八年定驗 並通知檢方啟動防逃機制 當年勇敢揭發 秦偉二行的造型師冰腳步 第一時間得知他遭判刑八年定驗 在臉書po文表示 看到三審定驗 以為自己會大哭一場 但心情意外平靜 感謝台灣司法有眼 秦偉罪有應得 打電話給秦偉 沒有接聽 直接轉入語音信箱 得知判決的結果 受害造型師 感謝台灣司法 還他公道 發言是真的蠻少的 因為如果對我們 長期的煎熬來說 其實真的是太少 但是 真的有判決的話 已經覺得很欣慰 因為我畢竟我們這事件 發生在很久 好幾年前 感謝司法單位 就是能抽絲剝繭 幫我們找到真相 惡行重大至今人無悔一的秦偉 只要判刑八年 演藝事業全毀 像是人間蒸發一樣 如果現在給你有這個跟秦先生說話的機會 你會想跟他說什麼 因為直到三神他還是完全的就是不承認 那不知道是到底他思想方面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那我想跟他說 就是你對每個女生真的造成很大的傷害 一個陰影 那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道歉 是真的發自內心的道歉 談神並不可恥 真的 但是我也希望他能夠重新做人 我們並沒有想要趕盡殺絕或什麼 我們不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只是希望就是說 得到一個真理 知錯能改道歉真的很難嗎 事發至今超過十年 被害人漸漸走出傷痛 感謝親友一路相伴 也期盼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取完定驗之後 心情上的這個轉折 多年來心中的這個大石頭 有沒有比較放下來了 這個石頭很不容易放下 但是我覺得 對你一定要台南的面對 我不希望我女生也可以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如果真的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有勇敢 那這樣一路走過來 有沒有什麼樣的話 想要對你身邊幫助過你的這些人 我其實雖然遇到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身旁真的有 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人在我身旁 這個案件出來的時候 我會有成 就是實話的我爸媽說 他們就是說 不要想太多 如果台北待不下去 就是你永遠回到高雄就是你的家 然後我覺得很感動 如今秦偉招判刑定驗 他也要為自己的惡行付出慘痛代價 中時電子報 歹路不可走 採訪報導 蹊在我身旁的家裏 每次的家裏都給你 一座 然後我還拍乾淨 就在我身旁的家裏都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